5月3号 一段成都男司机截停并报答女司机的视频火了 迅速引爆了小长假后 疲软的视频流量 人们看到残忍的殴打画面 几乎一边倒的谴责施暴的男士 当地警方也迅速做出回应 在4号凌晨3点半发布公告成 对涉嫌寻衅滋事的男司机张某进行刑事拘留 惩凶者被法办女司机入烟治疗 警方及时进入 似乎事情告一段落 4号下午 另一段来自成兄男司机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被公布 较完整地还原了事件的起因 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同情女司机 转为谴责陆怒症和开斗气车的违法行为 对男司机满槽的愤怒值 转为更为客观理性的分析 更有甚者觉得女司机欠揍该打 这段视频开头是女司机卢某 从最内侧快行线连切三条车道 直接强行并限制出口 别了张某的车 并引发张某驾驶的大众轿车 前车雷达警报 若没有紧急制动 当时必然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此时女司机卢某谴责 紧接着 男司机改变了自己的行车轨迹 直接切白石线并入出口 准备追赶刚才别了自己的红色现代轿车 不管是准备警告对方还是打算报复 此时男司机张某也计划开始实施违法 在出口处被占了先机的红色现代又跌了一次 前车雷达二次报警 随后男司机加速超过红色现代 向右打方向 跌了女司机一把 转搬回一程 此时右侧扎道有摩托车驶入 女司机制动后被甩在后面 事已至此 路上发生的小插曲本可告一段落 车内的孩子还没有大哭大闹 老婆也并没有抱怨什么 男司机张某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继续前进 而随后的视频显示 红色现代紧贴张某左侧阻挡了 大众车的正常形势 而张某制动并转向右侧 随后向左调整 前车的红色现代也向左打方向 强行并线 故意阻挡张某的大众车正常形势 女司机驾驶技术鲜熟 操控自如 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规定 在道路同方向 跨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 变更车道的机动车 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 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形势 而女司机在上次无预谋强行并线 这次有预谋 且两次强行飞停男司机后 彻底点燃了张某的怒气质 加上妻子的抱怨和孩子被吓哭 视频中的大众车男司机 彻底狂暴失去理性 摇下车窗与女司机对骂 到达胶子壁胶桥后 男司机更是逼停红色线带 并下车痛欧女司机 据不完全统计 记录仪中 男士压白石线出主路 强行并线阻碍女司机 共违法两次 而女士切三条路 强行并线制出口 追上并从左侧 逼停男司机 后左打轮再次逼停后车 共违法三次 两人可谓不分伯仲 但后者在道路上的危害 似乎更为明显 轻则发生刮蹭 碰撞 重则车毁人亡 几条性命 第一次事发现场 是成都三环主路 限速100公里 一旦高速发生碰撞 双方都将承担 难以预估的痛苦 胡乱变现 强行超车 骂粗口 不少司机在面对 糟糕的交通状况时 都曾经有过上述的表现 对此人们称之为 陆怒症 统计前世一探到别人违章 影响到自己行车 动怒的约展四成 陆怒一族是否考虑了 自己和家人的行车安全 是否考虑过 报复或以报之报 带来的更为严重的违法后果 因别人的错误 让自己生气 并承担主要责任 值得吗 且看男司机 事后冷静下来的吐槽 报答女司机的男子张某 在警方审讯中 向受伤女子道歉 称自己非常后悔 历时冲动 酿成大错 他还希望用自己的教训 告诫其他司机 不要开 斗气车 远司机能心平气和开车 理性面对 突发路况